最近国际上最热门头条,莫过于这场神秘大戏,最近几日霸占着国际媒体头条的事件,莫过于沙特记者卡舒吉,在土耳其神秘失踪,事件在消失了整整15天后纽约时报,今日报道,了案情的最新进展,土耳其方面确认了5名嫌疑人的身份。 沙特也从一开始的剧部承认与此有关,到目前有美国媒体报道,沙特准备承认卡舒吉在领事馆内被杀,官方将给出的说法是审讯时出了意外,这一被不少媒体称为叠战大剧的案件剧情之惊心动魄,充斥着失踪、折磨、肢解、议尸、国际社会之关注。 土耳其总统表示,不管结果到底是什么也要一查到底,英国外交部就此事件制定了沙特官员制裁名单,而特朗普则不相信此为沙特所为,表示背后一定是有个流氓杀手,一切都令人感到匪夷所思。 15天,过去了卡舒吉的失踪成了一个谜,谜念背后土耳其、沙特和美国也开始了激烈的博弈经特朗普授议。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抵达沙特与王储就卡舒吉失踪案进行沟通。 卡舒吉失联后第三天,他在《华盛顿流报》的专栏,非常罕见地开了无字天窗。 经过卡舒吉是谁,为何有如此神通,能让三国的关系走向风云波轨呢? 今年60岁的卡舒吉是沙特知名的记者,早在80年代,就因多次采访本拉登而声明血起,而后在其漫长的职业生涯中又采访过多位政商要人,并与沙特几位王子建立了非常亲密的私交。 在沙特时,由于多次撰文评批时政,卡舒吉时常遭受打压但是沙特官方也并没有真把他怎么样直到去年,失去了背后的支持力量后卡舒吉开始流亡,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他说, 以前我最多只是丢掉工作,但不会被抓起来关进监狱,那时至少还有一些呼吸的空间。 10月2日卡舒吉,为了跟自己的土耳其女友结婚,不得不前往沙特住伊斯坦布尔的领事馆,但一个单身证明自此,一个原本再简单不过的手续,却成为了整个匪夷所思的事件的开端。 卡舒吉失踪了,他的土耳其女友在领事馆门外等了十多个小时,仍然不见人影后不得不报警。 据说土耳其警方立即开展了调查,不过卡舒吉到底哪里去了一直没有结论女友黑衣女子和他的朋友守在领馆外讨要说法几天后。 亲政府的土耳其媒体每日晨报,爆出惊天猛料,生死不明的卡舒吉在刚进领事馆的门之后就被沙特特工制服,并且随后遭到杀害和肢解。 现在土耳其警方已经掌握了全部过程的音频甚至视频证据,之后很快据称是沙特特工小组入境的视频照片小组成员的身份等等信息,都奇妙地通过消息灵通人士之手出现在土耳其各大主流媒体上。 目前来看,土耳其似乎真的拿到了实锤,否则怎会如此不依不饶?然而当土耳其政府不依不饶的要沙特政府给个说法,这个人到底哪里去了时? 沙特官方的表态很好玩,卡舒吉,自己走了去哪里我们不知道,也不关我们啥事舆论自然不相信。 很快土耳其的各大新闻媒体和网站上就出现了当天卡舒吉走进沙特领事馆的视频而且确实从此再没出来,这时沙特还是一口咬定,自己啥都不知道,这惹怒了土耳其政府总统埃尔多安表示,对此不能容忍,必须一查到底等等。 监控拍到卡舒吉进入总领馆前,最后的画面国际社会也非常关注。 联合国呼吁土耳其和沙特两国应该合作调查,英国和法国也对促沙特澄清事实,讲清楚此人到底是怎么失踪的,话都很客气。 但意思就一个,沙特你说人家走了,你倒是拿出来证据,啊可是沙特没有。 就连事发当天装在领事馆出入口,的监控设备,当天都正巧坏,掉了世界各主流媒体,纷纷报道,这起失踪案,玩味有意思的是一片潮潮嚷嚷中,地球头号人权位是美国的态度却异常的低调。 虽然特朗普在接受媒体提问的时候说了一句美国和沙特关系现在挺好,但是要是卡舒吉真的被沙特杀害了那么美国还是要制裁沙特一下。 不过特朗普这个政治,素人最大的好处就是实在刚说完会制裁沙特,立马又开始降温说制裁的方式。 很多,为啥要降温,特朗普更值得给出了原因,他不想丢掉千亿的军火大单这个单可是来之不易呢。 是他特朗普把初次出访,献给沙特才跑下来的更重要的是,这个大单是他给美国公众的第一个成绩单,奈何也不知沙特是没看懂,还是不得不扎鼓一下强硬回击了一句,如果美国敢制裁沙特,沙特就考虑把美国撵走重新找朋友比如俄罗斯不论如何,导书还是想奉劝大家一句,千万别当真,谁当真了谁傻。 什么美国沙特关系可能遭受重创,美国的中东战略,可能被动摇云云,都根本不靠谱,为什么呢?美国跟沙特关系到底如何? 这个问题,很简单大家只要去了解一下欧佩克,和石油美元这两个东西就够了美国,如果真的像对付伊朗那样自己对沙特自己也要倒霉,毕竟中东不是以色列这个小兄弟自己能照得住的。 美国现在也没有多少精力亲自下场,否则特朗普早就兵发叙利亚去也,所以美国注定不会对沙特真下狠手。 至于为了安抚美国公众情绪和维护一下自己人权灯塔的形象只要板子,不重重落下沙特还一切。 近在美国掌握中别忘了,前几天特朗普还在讲话中对美国公众炫耀说,未来还能从大,土豪身上敲出更多的银子土豪,不敢不给钱没了美国的保护沙特活不过夜。 那么沙特离了美国能玩得转吗?恐怕也难啊。 虽然沙特嘴上硬了几天说,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是买来的这没错啊,可买来的就好用吗? 那土豪军在野门被拖鞋军吊打是怎么回事?没了美国照着以色列,倒是小事,毕竟中间还隔着个约旦,可是家门口的伊朗和自己一直不放心的东方省什叶派怎么办呢? 更别说投奔俄罗斯了压根,就是个笑话,且不说俄罗斯现在有没有心情,你这让那边目前跟俄罗斯关系。 更近的叙利亚和伊朗情何以堪,交易既然如此,那沙特,为啥,还要嘴硬几下呢?很简单为了面子,也为了安抚一群人沙特小王子。 最近大刀阔斧搞改革时的风气已兴可是他的铁腕恐怕得罪了不少人,你看他把自己书败兄弟,免去利斯卡尔顿酒店大堂打地铺,他的改革引入现代人数的措施。 在瓦哈比派原教旨主义者眼里,可统统都是邪恶的象征原教旨主义和极端组织,和恐怖分子啥关系大家都知道吧? 导书看来未来沙特关于本次事件的说法,不外三种可能性。 第一土耳其大张旗鼓搜查一顿,然后说,没找到足够证据就此成了悬案,希望时间让大家淡忘一切不过可能性不大。 第二个可能性就很大了沙特政府甩锅说,这是某些特攻击,关得中下级军官乱来违背了政府本意。 现在沙特政府道歉了,让那几个被锅的倒霉弹受处罚,然后美国土耳其表示满意,顺带来两句下不为例了之类的话。 第三个可能性也有那就是沙特死不认账,但是也不嘴硬了就是不开口。 然后土耳其查有时据美国大喊制裁,然后板子轻轻落下,具体会出现哪种情况。 这要看三国在背后如何交易。 勒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博弈,至于交易的基础,别忘了目前这三个国家有一个共同的大问题。 叙利亚内战,目前土耳其形势相对有利,点毕竟已跟美国闹声,分为代价,换来了俄罗斯在伊德利布省上的让步。 土耳其得以负责解决这个,冲突将急需的各种武装组织。 那些武装组织里面,除了土耳其支持的嫡系自由军之外,沙特支持的武装,可是占了不小的股份呢,怎么对待这批人? 意味着日后决定沙特在叙利亚问题,上市书的金光还是留了点话语权的问题。 美国其实也未必不是有求于土耳其,毕竟目前在叙利亚战场上,美国手里的棋子库尔德武装,是土耳其的眼中定位了这个事。 土耳其都不惜跑去跟俄罗斯站了一条线,美国肯定各种不爽,但是真的把土耳其从北约隔出叫门,那还是不妥那样。 将来有朝一日俄罗斯复兴了谁来看住南大门,所以美国还是不希望土耳其跟俄罗斯走得太近了,也别对库尔德武装逼人太甚。 但其实,这也是土耳其为啥借此机会大闹一场的真正道理所在。 土耳其就是想让美国压制库尔德人,对自己出兵打击库尔德武装,开绿灯,拿啥做筹码,搞别的不太合适再跟俄罗斯走更近。 可能真把美国惹急了那也挺可怕的,大家还记得不前段时间川普一条推特就差点把土耳其经济打趴下,但是哪本次沙特记者失踪这件事,让美国不得不去,跟自己中东战略的一条腿沙特闹不愉快。 显然是上策美国和沙特,谁也不想闹办这点安耳多安很清楚,如今土耳其也算是苦主,只要他要不,闹了美国和沙特都好下台不是。 说了这么多本来是说记者的事情,怎么说,这说着,就开始扯起来地缘战略游戏了。 这不是导书没人本主义,而是在美国等国家眼里国际关系就是这么回事,如果卡书吉不是正好逢在这个当口了或许他的生死,还牵扯不出来这么大的风波。 你看叙利亚战场上死了多少无辜的平民美国,有快点结束这场悲剧的意思吗?